大爷 你们这是去笑笑家 对 您认识笑笑 笑笑可是个好孩子 你们不要冤枉了他呀 二位法官 我们是真不知道金雕不能养 那警察要是不上门 我们还以为 他就是多养了一只鸟而已 袁笑笑的房间 我们可以去看看吗 可以 当然可以 您来 笑笑从小就喜欢养鸟 这些都是他养的 但这些都是宠物鸟啊 是可以养的 的 钭 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孩子从小就喜欢小动物 高考的时候 第一志愿他报的就是生物系 可也就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些东西上 反而没考上 所以他就先将就着念了 一个其他的科系 可他现在已经开始准备考研了 这孩子他做梦都想考回生物系 如果能一直念下去就好了 原校无贵 原校无贵 保护了无贵 原校无贵 保护都无贵 原校无贵 原校无贵 保护都无贵 原校无贵 保护都无贵 原校无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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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都无贵 原校无贵 保护都无贵 原校无贵 保护都无贵 保护都无贵 原校无贵 保护都无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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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毁了他 就是啊 这个案子已经进入二审了 你们有什么意见 应该去和律师说 用合理的方式来表达 萧小晓晓同学 萧小晓同学 大家别离急动 大家冷静一下 大家冷静一下 你们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这样做是妨碍公务 是违法的 今天 就算你们把我抓起来 我也要替萧小申冤 原性无罪 萧小晓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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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萧小晓是不是冤枉的 法院会根据事实和证据来判断 萧小晓只杀不动物 如果没有他的解救 金雕早就死了 你是宁可让金雕死掉 也不愿意救他吗 你们说他买卖国家 一起保护动物而抓他 你们就不想想 他也保护了所谓的国家 一起保护动物 为什么他不能将功抵过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 非法 收购 出售 想听这些 街上那么多人打下 萧小晓同学 萧小晓同学 袁萧小晓保护鸟类 你却要抓他 打架萧小晓和袁萧小晓买金雕 能类比吗 为什么不努力 打架萧小晓受伤的是人 而萧小晓在保护鸟类 刑法的轻装 是与各种罪前罪中 最后的情节相对联 从行为上来看 打架萧小晓是很吓人 但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 打架萧危害的是社会秩序 而萧小买金雕养金雕 危害的是环境资源 你们不能只看行为手段 而忽略法医的性质 及受侵害的程度 这两件事情 是不能拿来做简单的对比的 干吗呢 活该 这是我们学校的女生的案子吧 我还在情缘书上签字了呢 听说之前判了三年 也太狠了 难怪被人泼水 但我觉得人家法官 其实挺敬业的呀 什么敬业呀 我看就是为了搞个大案子 好升官 你们在看什么呢 夏老师 你快来看 这个是金雕案的法官 这两件事情 是不能拿来做简单的对比的 好 干吗呢 活该 都这样了 还站在这里扑法 真挺敬业的 肖肖仰金雕似乎是爱心 但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对这个行为的定性 要通过法律 还有造成的后果来判断 你们给晓晓写的情人书 法院已经收到了 在审判过程中 会考虑到这一年 表达抗议要用合理合法的手段 像你们这么漫无目的的抗议 又和打架斗勇用什么决定 师傅 好 我们来了一个新案子 就是金雕案的二审 他们打算换掉一审的律师来找我们 看来我们已经打出名声了 案子退回去 我们不接 为什么呀 这次我占法官 如果袁晓晓真心爱金雕 这些金雕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运输车上 再推一步讲 她就算是为了救金雕花钱买下 那第一时间不应该送到林业局吗 却养在家里算什么喜欢 是这么说没错 但这也判得太重了吧 过了 过了 别浪费 拿着吧 谢谢 刚刚这事让我开了眼界啊 不愧是最爱下现场的法官 我有点冷 小七 小七 电话 电话 冷暖器打开吧 咱要不然去找个药店 没点药吧 不用 不用 好 罗法官 我不懂啊 我瞎说 我不是法官 也不是动物保护人士 我就是个普通人 咱今天也看了 我觉得这个袁晓晓 他应该不是个坏孩子 这就给他判三年 是不是有点太零什么了 法律是法律 人情是人情 法律应该有他的温度 今天去袁晓晓家了一趟 我也是想更了解这个人 你是在找 可以让他减刑的条件吧 我只是想去看看 他是否有主观恶意 但我认为对事实的认定 更重要 所以你认为他是有主观恶意的 有没有主观恶意 犯罪事实已经成立了不是吗 何况他是明知故犯 罗法官 我始终支持一审法院 给袁晓晓三年判罚的判决 是你不支持 所以我才答应你来这一趟 我觉得你刚刚的行为 看起来是在舒服群众 其实是在舒服你自己 我还以为 你也想去晓晓家看看 罗法官 田副院长同意你加入何怡婷 他也许觉得你是一个 能够在法理的基础上 去平衡舆论问题的人 你刚刚的表现 也证明了田副院长 让你过来是对的 但你千万不要之一地认为 在袁晓晓这个案子上 还有空间 林法官 从你刚刚对我的批评 可以看出来 我没有批评你 好 没有批评我 从你刚刚的态度 我可以看出来 你根本不在意舆论的问题 对判法想得也很清楚 可你为什么 迟迟不写判决书呢 你到底是在担心什么 记得不写的 我还没写的 这时候还没有 你当迟不写的 请不吝点属 那时间对